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自點套呢? 我小時候就很喜歡玩自點套 因為小時候未必經常會買玩具 所以就會買自點套回來組裝自己喜歡的玩具 那我當自己有新玩具玩的了 我突然之間又很想懷念以前玩自點套的日子 但是附近的文具店撿了房子 我又懶得出家找 所以我就在淘寶訂了自點套回來 那今天我們就一起來玩自點套吧 在這個時候 他根本不知道這個才是屋夢的開始 Stupid Boy Hello 大家好 我是Sunny 說明要做自點套 就當然不會做小小的 就當然要做到超大的 好重啊 好重啊 這是什麼來的? 這裡有20包自點套 我開包給大家看看 好痛 硬的 硬了 是整塊已經乾了 幾大力都可能搓不到 都是硬的 怪不得這麼重啊 是鑽頭來的 可以用來建屋 好痛 手指都斷了 我剛才找過買家 不如跟他說我在這裡 好生氣 我剛才找過買家跟他說 我在這裡訂的自點套全部都是硬的 然後他跟我說 這個是自然的反應 你知道要把它浸到水裡的話 過一陣子就可以用了 我就看看是不是浸到水裡真的OK 水呢? 我現在就把它浸到水裡 浸完一陣子水之後 我們現在就看看它能不能用 怎麼用啊? 是蕃茄來的嗎? 我現在變得整個蕃茄的樣子 還是硬滑滑啊 現在加了整個手都是白色的 我也不知道可以說什麼了 我不是打算說那些自點套是有多硬的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來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就記得給我LIKE我 然後就SHARE出去 告訴你的朋友 不要再亂買淘寶的自點套 好 或者運營好 記得要LIKE我,FOLLOW我,INSTAGRAM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逢星期二、四、六出片 就是這樣 BYE 嘩,彈到自己 唉,這裡很久了 這間屋 我要玩神神碟